劉威瑩 詞曲 劉威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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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裡面就是飾演顧美慧 然後她是一個就是 懷胎九月即將臨盆的一個媽媽 在她的認知裡面 她覺得她老公是過老死 就是我們這支氣才會叫做討戰女王 就是她就踏上了一個 算是為她老公爭取權益 然後也為自己爭取公道 對一部片 雖然說我們探討的議題還蠻嚴肅 可是其實她中間很多橋段 都還是有一些喜劇元素的存在 對啊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我就想說天啊 我是真的要 就是唱得像那個專業的 笑米白琴那樣嗎 就然後還要再嗡嗡嗡抖音 然後再 再勾回來一下 然後再繼續下一句這樣 這個會笑吵嗎 我不會 可是旁邊的人 哈哈 旁邊的人看著 就是每個人都很想大笑 就是以前小時候 因為不懂嘛 所以你會以為她真的是家屬 然後就覺得說 哇她好傷心喔 她真的哭得好傷心這樣 後來慢慢長大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這是一個職業 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炸雞蛋那一場吧 因為我們 就是裡面有一場 就是等於是最後我跟洛提 我們組成了一個那個討債者聯盟 拍攝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辦法用真正的雞蛋 因為真正雞蛋殼太脆弱了 你有可能還沒有丟出去 它就 就已經 睡在你的手裡 所以那個很麻煩 所以我們的美術組是準備了 都是全部煮好的水煮蛋 然後他們反正就放在那邊塞了道具 然後就讓我就是拿起來 然後就是一邊罵一邊砸 自己慷慨之養 然後又非常憤恨的就是丟著那個雞蛋 重點是啊 整個戲就是導演喊咖之後 我自己都很驚訝 是因為我每次砸的地方 都是同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弱點 幾乎都在同一個地方 非常的準 因為其實我運動成績蠻好的 只是沒有想到說 就是竟然這麼的神正 對有點意外 發現了一個意外的才能 還有啊 戲裡好像都是數年 幾乎 是你自己要求的嗎 一方面是就是 導演也喜歡這種很寫實的狀態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 他其實從頭到尾 還蠻狼狽的啦 我就說真的 就是因為他家裡面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然後再加上他又是一個 懷胎九月即將臨盆的孕婦 對所以我覺得整個狀態看起來 應該是會淚上加淚 再加上我自己是一個非常懶的人 所以就是 收工之後就不太需要什麼卸妝 我覺得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本來是你的小確信 對是我的小確信 而且就梳化時間都超短的 然後我也不用太早到現場 但是這一部幾乎是從頭到尾都是孕婦 而且是這麼大 我第一次挺這麼大的肚子 它是一個真正的就是 就是試用我的矽膠肚子 然後它因為設計的關係 所以它等於是掛在我的肩膀上 我都會腰痠背痛 就蠻能夠體會那個真正的孕婦 因為其實我那個重量應該還沒有真正的寶寶重 可是就是蠻能夠感同身受 就是到最後那一個階段 然後是會有多麼的腰痠背痛 然後多麼的水腫 因為你那麼重的重量 一整天壓在你的身上 然後你還要走路啊 而且它在裡面 就是你不會因為懷孕 你的生活就停擺 你還是該去工作賺錢的時候 你還是得去工作 對所以就非常的辛苦 有顧過那種 我們要在乎的事情 學資上的有嗎 就年輕的時候 不懂事的時候 我有去過一些咖啡 十九二十歲那個時候 那因為有工作 我有正常薪資 所以我就可以申請信用卡 但是你知道就是年輕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失心瘋 而且我覺得信用卡就是 它就是一個 一個現金 所以我現在都不用信用卡 我現在只用現金卡 裡面有多少錢我就 我只能花多少錢這樣子 是一種就是也是自我限制 因為我是不是一個太有金錢觀念的人 常常期許自己就是 我一直都會有工作 我只要一直都有工作 我就會一直有收入 然後就不用擔心錢的問題 但是因為就是進了這一行之後 因為我們的工作時間 實在是太不固定 而且常常經常會變來變去 我比較喜歡就是 當機會來的時候就有抱他 然後就好好的抓住 每一次表演工作 對啊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 還蠻隨心 蠻隨性的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反正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也不知道 那就讓他發生吧 妳自己個性是這樣嗎 就是為了不公服役的人 一定會爭到什麼 會 我是這種的 就如果說在看電影的時候 有人在戲院裡面聊天這種 那我就會自止他們 就是像這種 就是比較打擾到 其他的人的權益的這種 那有人差對應這邊嗎 就是我會跟他說 請去後面排隊 我這邊都在排隊 請去後面排隊 請去後面排隊 那妳有在有什麼 打工或是工作進行 遇到一些比較 不合理的要求啊 我就覺得有時候就是因為 譬如說像我們在我們這群的工作 可能就是大部分人 都還蠻藝術家性格 大家真的都會為了一個理想 然後去真的就是投入一個案子 然後投入之後才發現 就是好像有點被騙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會比較 喜歡欺負新人嘛 我相信就是在我們這場 不管是目前幕後工作人員 其實應該都很有感 就是常常會遇到那種 就是很壓你費用的 然後會用一個就是 大家一起來玩成一個作品 然後號召 就是好像有心人士投入的那種感覺 可是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該給人家的 還是要給人家啦 當初 就可能當初 你知道我聽 被欺負的時候 你會 反抗還是 我覺得有點 有點很難去反抗 因為可能再加上就是 你那時候可能比較 冷 你可能還沒有學會溝通的技巧 然後你也不太知道說 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應該要怎麼去 譬如說可能跟我經典的反應 或是怎麼樣去跟劇組反應 然後讓它變得更好 那我覺得這也都是 就是慢慢的就是我 就是案子越接越多 然後你慢慢的從每個案子中 不同的去學習 跟譬如說 跟不同的人相處 然後跟不同的人一起工作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去 面對跟化解這些問題 對啊 那就是當然就是 越來越有經驗 你就會越來越得心越受 我覺得就是這是一種借力使力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 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有 它就是存在 就是它背後一定會有讓你一個 就是值得學習的 一個因素吧 這個對你自己會比較好 如果你就是一直往 負面的那邊去 那你就會一直很鑽牛角尖 尤其是我們這一行 就是我們真的很需要 給自己正能量 戲裡好像蠻像 就是有點波幅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跑笑 對 你好像蠻深重的 從做過的人啊到現在 對啊 我覺得其實 算是蠻享受 因為都能夠做不同的 多元性的嘗試 只是我就在想說 其實我有想這個問題 我就在想說 可是會不會是 大家對於就是 講台語的女人的既定印象 都覺得她們都很像波幅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寫出來的角色 好像都會比較偏向這一種 但可是我後來想想 就也不是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是那種 像譬如說美鳳對我來說 我覺得她就是那種 她其實也是被生活所 就是逼迫的 不得不做出這樣子一個 你知道那種展現 個性上的強悍的部分 會不會怕被 快變定形成這樣的形象 我覺得還好欸 我還是有就是其他的 譬如說像 破處的那個地方姐姐啊 然後蔡妙如啊這種角色 就是周嘉莉蔡妙如啊 我覺得還好欸 我沒有擔心就是被定型的問題 因為我一直以來接的角色 其實都還蠻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美會的角色 其實跟美鳳也很不一樣 對我來說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我的工作 那我覺得每次工作對我來說 都是一種很享受 而且我會很珍惜 每次可以工作的機會 對啊 所以我不會覺得很累還是什麼 其實有時候 我們就是真的還蠻閒的 但是真的 但是就是大部分 一般人都會以為說 我們就一直都很忙 我們可能每天都要拍戲其實也沒有 當然就是有案子在拍的時候 就是可能就是會比較忙 可是我們的生活就很兩極 要嘛就是超級忙 要嘛就是超級閒 完全沒有事情可以做 妳超級閒的時候會 會恐慌嗎 還是覺得 不會啊就休息啊 很爽欸 而且我很享受就是 禮拜一到禮拜五 平常日可以出去 對就是不用跟人家人擠人 我覺得很棒 然後或者是可能 禮拜二的下午去看一場電影 都沒有人還包聽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現在已經 能夠調適得非常好 就是之前 以前就是比較剛入行 或是前幾年的時候 你還是會稍微比較恐慌一點 可能會想說 是不是因為自己夠好 所以都沒有人來找你 但是後來你漸漸會去知道說 可能就是剛好這一陣子開的戲 都沒有適合你年齡層角色 譬如說可能剛好這一陣子 很流行什麼 青春校園劇 那我就幾乎沒有什麼角色 可能我可能只能演個老師之類的吧 對不對 那就是我覺得其實也沒有什麼 好恐慌的就是 你就是把每次的工作都做好 當你譬如說你把你的成績做出來 或是你把你的 就是那個工作的質感做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會有人看到 你期待今年可以超級重 呃 我比較希望是就是 做工的人可以拿到 迷你去吃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會把獎項看得很重 可是我覺得獎項對我來說 它就是一個額外的bonus 那它從來不是我努力的目標 而且我覺得其實它靠 它其實靠運氣的成分非常大 但是當然希望就是我們可以入圍非常多效 然後大家都拿金鐘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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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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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